記得昨天我訪問李前總統 李前總統來 觀眾反應非常的熱烈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收視率 李前總統其實他是好心 希望馬總統能夠聽到 台灣百姓的心聲 台灣的問題腐蝕即是 那麼今天李前總統 咱說高評要七千三 不好意思 一天而已 今天剩七千二 都161點 台灣的股市怎麼會變這樣 量怎麼會縮成這樣 馬總統你渾然不知無覺嗎 來我們來看VCR 看著綠油油的盤面 耗子裡空蕩蕩 只有小貓兩三隻 十月的交易熱絡場景 全都不見了 16號台股受到 國際利空消息衝擊 中場加權指數下了161點 跌破7300點大關 台股市值也再度失守 20兆元大關 以過去六年來講 我們其實台股的失職 很多的數據 最近都是很多講的 並不是正確的一個數據 張宏盛效應持續衝擊 台股宛如進冰箱 15號卡盤下跌62點 早盤一度跌破7300點關卡 券商透露 想要隨意兩平 台股每天至少得維持 800億量能 再這樣下去 孝心券商根本撐不下去 520行情實在無法期待 這已經是咱的部署 咱的聯合晚報 說台股動壞了 有300家成交一天不至100點 你知道嗎 現在如果股票一頂總共1塊10塊 一頂就是多少錢 1萬 一頂1萬 一天成交一百頂就是多少 一百萬 說我那樣就像是公司 要籌資不可能 你籌什麼資本呢 那麼這是聯合晚報 禮拜二章 說台股禁300家成交量不到100張 舊量能行政院危機總動員 怎麼舊呢 怎麼舊 今天要的經濟是否 說舊台股有了 四大基金來了 又來了 三百億銀彈來了 說今天流污漆了 你叫行政院負義 將議法座交紀念 他就不是學者 當然也是你當有的 支援這些基金出來 沒有什麼保守 所以你說 你是一個財經內閣 你承衝又是一個經濟專家 你說安心內閣 富民經濟 紀念放到整台灣現在在你的 做議長的人來 他都每個東西放到這樣 一個行政院長連你的經驗頭就沒有 我們看不見了 如果要用公家的錢來賣 賣金起來那我也會怎樣 不要說三百元 三千元也會賣下去 不行 我說那個叫西洋民章就行了 對啊 錢開下去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政府的錢就是我們八成的錢 一直賣下去 怎麼沒用 這個還不簡單 還需要是 蜂蜜 今天報紙上講說什麼 馬英九防線 我今天還以為說 這個防線不守 馬英九會自己掏腰包出來買 我一直說 國公大哥剛才講得好 一年前為什麼被 四年前被騙 為什麼不再被騙 國公大哥我跟妳講 詐騙集團被詐騙有個特性 之前被騙很容易後來又再被騙 股民我要再講 大部分股民不是支持蔡英文的 很多我們之前拿報紙出來看 很多證券業的從業人員 主管都是什麼 看衰蔡英文 看衰蔡英文 我拿說蔡英文當選股市會跌 六千點 對不對 馬英九才是 弘以 那現在是蔡英文在當 當總統嗎 聯合報說動壞了 今天夏天 熱得要死 股市為什麼會動壞了 各位想想看 如果馬英九不推正所稅 不用他那個方法再推 弘以 今天股市會這樣嗎 那時候4月1號 郵電不宣布雙漲 我們今天物價會這樣嗎 我們只是假設說 如果他那時候不做這些事情 弘以 我們今天520是什麼 我跟你講520他很好過 他的民調不會那麼差 他今天不需要出來講說 我有降你1.4塊 弘以 一個總統跟大家來扯這些東西 扯一塊錢 對啊 一個月一塊 你 馬總統你為什麼不去股市 跟你的股民喊話 我還是一句話 我去阿土伯你要出來啊 今天成交量為什麼上來 因為政府基金在買啊 所以成交量出來啊 可是就是這樣子 所以才跌到160多點啊 之前為什麼沒有跌 平平在那 因為大家沒有買也沒有賣啊 今天台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你說訪問李登輝 那我們要不要訪李登輝的時候 股市是什麼樣子 一萬兩千多 對啊 李登輝的時候車市是什麼樣子 那今天 馬英九你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洪秀真的很難想像耶 聽說新新聞還要做個民調 馬英九四個總統 把蔣英國放進來 馬英九竟然還比 比陳水扁還差耶 陳水扁現在是關在牢裡的 金金文最新的要 對啊 你一個連任的總統 民調做出來比陳水扁還差 我覺得他是因為把蔣英國放進去 可是如果沒把蔣英國放進去 我相信李登輝一定是第一名 三個民選的總統來比 洪秀今天你一個總統為什麼做到今天 比不上一個在坐牢的 今天為什麼都很這樣 很簡單啦 你出來講一塊事 洪秀我覺得一個總統如果在扯這些東西 沒有人可以接受 你應該出來講的是說 你講的啊 來粉關稅減半不是一兩個月的事情 是一兩年的事耶 減半 洪秀幾十億幾百億的錢是這樣不收 那人民本來應該人民的錢就不收 跑去哪裡 這個要查啊 是 這是今天國民黨立委賴士寶 說台股量極動賴士寶說 都是關股自己在玩 市場快完蛋了 立法委賴士寶說 根據可靠的數字顯示 現在自然人低於五成 大部分是法人在玩 政府在互盤 關股自己在玩 他直言沒有量 有行無事 市場快完蛋了 要求財政部長劉毅如 除了表達意見 也要聽別人意見 那劉毅如有講喔 劉毅如說啊 財政部隊量有在密切觀察 如果量一直持續抵擋 當然不是正常 但以十年來看啊 現在的量並沒有特別異常啊 陳聰院長也說啊 台股與其他國家相比 價是在中斷 量的影響 則是受到包括 國內外非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 再來啊 這個意思是什麼 兩位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看到他們說會自相矛盾 叫劉毅如叫陳聰說 他說現在正常啊 劉毅如早前的VCR 他說如果以六年的時間來看 現在的 十年 對 沒有他剛剛VCR講的是六年 他說以六年的時間來看 現在在算中斷班啊 那你幹嘛政府要動用三百億的基金進場 都正常幹嘛 拿我們的三百億要進去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他們知道沒有正常 我相信不管是馬英九也好 陳聰也好 每一天 當股市收盤之後 他桌上一定會有一份報告嘛 今天收盤多少 漲還是跌 然後今天的量是多少 有什麼異常的現象 這一定都有 這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因為不知道嗎 就算他們看不見 不要叫他們看不見 陳聰絕對看不見 就算看不懂 他有很多財經的幕僚會跟他講嘛 現在有什麼 要叫政府基金進場互盤 然後可是嘴巴還在硬拗 說沒有 很正常 那既然正常就不要互盤 你就放手 讓他恢復到四百多億 我看你能撐多久 習慣就好了 他現在是 絲仔會脆脆的 你知道嗎 明明知道 現在這條做不到 這種方式收證所稅 這方法是不對的 他們現在知道 但是不承認 對 因為馬英九還在挺劉易如嘛 他死不認錯 他就是不承認 他就是跟你拗 拗到股民已經沒去 你想看看 如果每天都四百多億 連續拖一個月 你覺得股民還有力氣上街頭嗎 股民大概也沒力氣罵了 大家回去救自己就不服了 拗到最後 大家都已經沒有氣了 已經沒有在討論的時候 他再來慢慢來幫你處理嘛 這個政府的心態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關鍵其實 賴斯堡是說這句話 劉易如你除了表達意見 也要聽別人意見 表示他平常都不聽別人的意見 意思就是說什麼 說 劉易如你要聽聽我們 你是做錯了 劉易如說什麼 我沒有錯啊 對 我才不甩你 但是我跟你說 他不是在說劉易如 嗯 他是說劉易如 他是在說劉易如 我相信鄭所歲 這是劉易如才斷 所以劉易如不知道有這麼硬 如果沒有劉易如就叫他換掉了 剛才 彭醫在說正常 我來說正常 很正常 不像你到年底 你看國民人的鼓勵 還是二十九億 他不是 哪有不正常 對他們來說正常得很 你是不是 互牌是互相的 對 他的鼓勵不會少 對 你等著看 你等著看 不過這些人 他們過的生活跟我們一般老百 老百的生活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說他老百的生活會困難 他要怎麼處理 他只顧他們自己的利 顧好條 要追股追股 對不對 有辦法去想辦法去 經過各種方式在那裡無力 還有台電也收押了幾個副處長 幾個官員 他們有在調 上下起手 他很多事都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你們這些沒辦法的人 你明白 這股市整個這樣疊下來 其實我認為他們早就預料到 但是他們要做 我在陪他說到底後面 是真正的原因 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 你覺得說 不要叫他們這個人不知道 在說推正所稅這些事情 股市會掉嗎 他不知道這個推油電商 雙漲這個是會物價會錢 他都知道 我是認為說 他這些事情一定要做 為什麼 政府欠錢的一方面 他要把這些事情處理後 他第二天 我再說 第二天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這些 困 這些什麼 這些瑣事 也要做不到 他第二天要做他的另外一些 給台灣人國下的大資金的事情 他做不出來 我老師其實說 鋼筆拿著自己用 叫做鋼筆自用 這是今天的聯合部 今天的高級路161點 今天的收盤是7234點 5月16號聯合網報 說MSCI台股權重 又招雙將 表情以前也被降過 對啦 所以才會又嘛 你現在降幾次嗎 不知道 台股在新興市場指數 權重已經被連續五個季度 過 調降 就表示什麼 台灣人大家都越無益越無益 沒重要 越無益越無益 這個算什麼市場 是不是這樣 這個權重很簡單 就是說 他給國際投資的人參考 在新興市場裡面 你愛在哪一個國家 漸多少比 我們連五將就是 表示我們的地位 越來越變的話 越來越不重要 所以我們的權值比重 就五次被調降 我要說的是什麼 其實市場的因素 就是說很多人 很多股市有投資的人知道 剛才我剛才說的一個重點 他股市不是只給投資人在那裡出流流 他其實對企業來講 他負擔起籌資 籌資嘛 不然就資本市場 所以很多人在 譬如國外有很多 所謂的股票市場 因為成員太少 所以很多企業就要在市場下市 萬一去比較熱門的地方 因為他籌資高的量大 所以相對對籌資才有辦法幫助 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台灣的股市現在面對最大的困難 大家其實我認為價不是重點 七千多點 老實說陳中講對 是中斷啦 中斷 但是量 大家很怕 量一直萎縮 我們股票市場了解的人都很清楚 就是說下跌的 如果有量標示說 還是有人在買 因為我看好 你彈出來我我信嘛 中斷的是 說要是每天反步下跌 當然今天跌得比較多 先高量又溯去 標示是什麼 沒人要買 沒人要買反應出來是什麼 老實說只有一項 就是不確定因素 就是說 我還是預期這個市場 我看不懂未來 甚至我對未來是悲觀的 所以我不願意進場 去參與這個投資的動作 不確定因素是什麼 很簡單嘛 大家看賣這個政府嘛 蔡委員不好意思 又差你一位啦 你到底要買過過票嗎 我當然也沒了 沒了啦 正常台灣的量超多少 應該要穿多少 穿多少 剛才劉宜如說10年來 這個量不算 不算不正常嘛 沒有啦 你心裡是探討的說 劉宜如你覺得你心裡心目中 整個都算不正常 一二百億 沒有啦 對不對 其實我再講一個數字 你給他看 其實今天是 今天啦 已經透過媒體 不論是實彈或者空炮彈 經濟日報的頭版頭 跟大家說 跟投資者說 政府準備三百億 我們如果以過期的經驗來說 政府放了這個利多 叫你講今天股票市場 也多少給他一些民主 沒有耶 不但沒有再擲一百六十一點 先九龍比 稍微多的時候很簡單 我相信尾盤政府下去買 下山的時候政府下去買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要說就是說 投資人看悲觀到什麼程度 政府準備了三百億的銀彈 要下去股票市場 股市的結論 市場的結論是告訴你 跌了一百六十一點 而且成交量只不過才八百億 對不對 澳洲雄跟出名的雄是什麼雄 五位雄 五位雄 國民黨有一個雄 沒有博者叫什麼雄 無博雄 我們這個部長有做什麼 那個部長有做神經無精雄 這樣還沒 存四五百億還還生雄 不好意思 這部長現在是在想什麼 沒有 這個 劉毅如他現在只想保自己的官位 他的話也絕對不是出自於所謂 過去財經學者的話 我們說這種股市的指數 其實我也不意外 因為這是馬英九的信心指數 我覺得這反映出 現在所有的股民 對於政府朝令夕改 沒有人願意為政策來負責 沒有人願意 對 這是最關鍵 所以大家沒有信心 你說為什麼量那麼少 沒有信心 我怎麼有辦法說有那個量呢 支撐不下去 那我要舉一個例子 為什麼大家會沒有信心 馬英九的話真的不能相信 你會去馬英九 他說要推正所稅 他說我從來不玩假的 隔天他立刻說 他說我們一定要先審再說 先審再說也是他講的 結果最關鍵的一句話他講什麼 他說我從來不玩假的 但是本會期政所稅 來不及通過也沒關係 他的整個講話是反反覆覆招令夕改 所以沒有人覺得說 這個政府只有肩膀扛了起來 所以大家越來越覺得 看這個政府看不見 所以股市就好像馬英九的民意調查 一樣直直落 是 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其實是已經 上個禮拜天的報紙 應該是今天拜三 今天拜三 三天前的報紙 說 那種不是說要打房 結果說收持稅 你知道本來股多少錢 好像百五億 原來股一百五十億 結果收了多少 三十三億 三十二億 三十二億 沒關係 稅收比較少 沒有說真的打房 沒有人要 無論 家庭又蓋 家庭又蓋 各地房價大多不得返漲 那是拜幾月的報紙 禮拜天留的晚報 土真稅又減收 土真稅又減收 對啊 奢侈稅沒收到 家庭又蓋 土真稅又減收 這個制度說改革 不是這樣 上禮拜五 你如果去買報紙你看 我們一間報紙 放到什麼工庫 都是差不多十五月以上 最高的那間報紙 二十一月 整半的工庫 沒有人在賣 沒有在搞交易 尤其放在什麼 蓋梯 還有公共會做這麼大批 他說我們在說 馬英雞 我覺得那個是苦 但是苦怕是誰 早上我們做四年的副總統出來 說話了 說現在日本韓國跟美國的 自由貿易開始啟動 我們現在會告發 沒有效了 會勝效了 現在在推卸責任 會告發是在小班 一開始一直跟我們說得多好 共同市場 怎樣怎樣 台灣經濟庫律 這筆油 總設計師要退休 現在他隨時四天要下來 跟我們說會告發 沒效了 他要回去了 對 到底是誰要改富士林 這才叫做可怕 不要說政策改來改去 廟後沒有拔人富士林 連一個四年的總統 說他回去了 要回去了 你要叫我怪什麼 這就是這個 總統統 大家看看 說 日本 中國 韓國 要簽自由貿易區 所以一年內就要啟動談判 這是中國的溫家寶 這是日本的野田家業 這是韓國的野田家業 人家手牽著 結果 說 經貿自由貿易 馬蕭很急啊 那時候跟我們說什麼 說簽EGVA有FTA 對嘛 一筆下去 那時候為了要推銷EGVA 說EGVA簽了就有FTA 不好意思EFTA現在進行是二拔 那時候白蕭池大家台灣人拐下去 那時候藍波說那是什麼膏 一哥發掃 一哥發掃 現在大家水都水到 藍波都一哥 那現在白蕭池喝下去 現在跟我們說很急 現在說經濟成長力保二 他不會說今天就做總統 EGVA我們有沒有負出代價 我們負出主權的代價 九二共識 一中 一中到底是個表還是一中原則 台灣企業家選錢是怎麼修理蔡英文 一副沒有這個九二共識就沒EGVA 沒有台灣經濟就沒有錢 現在是怎樣 EGVA都沒用了 那當時賣那個主權 到底換來什麼東西 當時還在講什麼 說跟新加坡FTA已經快談好了 明天出來交代 看有沒有要談好 結果洪毅 現在不只銷商場在推卸責任 英啟民作為經濟會主委 還寫文章在罵經濟部 說EGVA沒好弄 我心想說兩個都部長啊 那你不是在列格開會嗎 行政院會開會沒有啊 然後經濟部長去那邊說不是罵我的啦 不是罵洪毅 兩個部長你們不能開會 一定要在那邊寫文章嗎 英啟民你是寫文章寫太習慣 你經濟作為主委沒有責任嗎 洪毅沒有希望啦 不會有FTA啦 三個人 中國不是跟日本四仇嗎 日本跟韓國不是四仇 三個人在那邊握手耶 那馬總統我們用了九二共識 換來什麼東西 洪毅我現在很擔心 等一下ECFA沒有用 我們跟美國也沒辦法簽TIFA 然後什麼都沒有用 然後馬英九就說 這個我也不知道 洪毅 這個總統當時是怎麼講ECFA 今天賣出去 我跟你講主權真的是賣了 否則我們今天在各個地方 不會變成什麼 中國台灣省是誰賣出去的 好老師 現在沒有要跟你說經濟 跟你說要說政治了 再來下一個人要說和平協議 這個後來我們慢慢來討論 洪毅他一直在想你問那個問題 到底對馬政府來說 股市要到怎麼樣才算正常 對嗎 四五百個正常 到底幾個算不正常 我認為是這樣 應該是跌到六千點以下 才開始叫不正常 對不對 六千點以上馬英九說 我做的還會比小英好 對不對 小英來做好像剩六千點 我來做到現在有七千點 七千幾點 是不是 他們不會去檢討 你讓他說回來 馬英就跟你說電費 電費大家差一塊而已 你以為不會破六千嗎 對 好 那時候就不正常了 反正我要說電費 大家再想看看 同樣異曲同工 他說差一塊而已 我請問一下 差一塊是什麼結果 是那時候名義高漲 你為120度提高到330度 如果不是名義壓力 你不提高到330度 老闆現在是什麼日子 現在股票搞不好 落得更厲害 他受不了民眾的壓力 他蓋他還要回來幫你肚子 這就是我們 肚子 肚子真是 風涼化 我為什麼要舉這麼一個例子 南方是有說的 只有假專家的假改革 讓人民惡夢成真 假改革嘛 什麼都是假 不然今天怎麼會這樣 股市不是人家 滿店怎麼會變七千二 說什麼 說什麼黃金十年 說什麼六三三 現在不就再說 富民經濟 每行都改革 那個是什麼 那個 公務人員那個是什麼 財產 財產來源不明罪 不說明罪 你知道通貨是當時嗎 兩年了吧 2009年4月 三年了 三年多 現在五月 現在五月三年多 沒扮一個人 對啊 你覺得那是真的嗎 那假的 那是真的 什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嗯 哼 你敢知道羅屋主持在哪裡 哈哈哈哈 那要跟人打擊犯罪 那些人都走那邊 事情都假的 總統不做真的東西 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等一下回來 我們這個先開放給大家康徵 先休息見廣告